影视娱乐焦点 但您看到台湾知名导演侯孝贤的武侠片《聂影娘》 部分的影片在今天曝光了 女主角舒奇在片中是大展武艺跟对手交战 而舒奇在另外一部新片《寻龙绝》当中也有武打的戏份 今天她在砍成影展上开玩笑的说 就是自己长得太平凡了才会负责武打部分 一身黑衣女主角舒奇在树林中与对手交战 台湾导演侯孝贤入围坎成影展的新片《聂影娘》 变花首度曝光 14号坎成影展盛大开幕 这次影展舒奇将凭借主竞赛片《聂影娘》 角逐坎成影后 同时也为另一部主演片《寻龙绝》 坎成记者宣传会站台 两部片中舒奇都有武打戏 《聂影娘》中自己的武打戏更是吃重 辛苦不是三言狼语能说完 但她开玩笑说 就是因为自己长得不够漂亮 像这两部都属于延迟比较多问题 所以我们这种长得比较平凡的 就是好不够武打的那一部分 天地自古永灵奇 内居山春 有陈富国监制乌尔善指导的《寻龙绝》 改编自中国畅销系列小说《鬼吹灯》 拍摄场景华丽精致 有不少中广台明星参与 180秒的首映片画中 舒奇和陈坤黄博共组盗墓团队 穿越生死界限展开刺激冒险 当那个baby丁丝田这样掉下去 然后一个女神的样子 变成一个文青的样子 那时候我就觉得那个热血沸腾 我就觉得要来了要来了要来了这样子 聂颖娘是导演侯孝贤首部指导的武侠片 从筹划到杀青耗时将近十年 这次将代表台湾角逐金棕榈奖 该片故事取材唐代培行短篇同名小说 拍摄手法维持以往风格 成镜头固定镜没有太多特效 场景以唐朝为底 心里写实重考剧 务求在线唐代凡政歌剧的纷乱与繁华 新唐人海电视长翠玉编译